今天继续聊一个小众的话题 最近有一个姐妹问了我一个问题 圣经中的仓仆有什么属灵的意义 原来她在一个教会 看到在复活节前后 会有人带一捆仓仆到教会 然后每人带一点回家 然后她就好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她就在网上搜了 有些资料说仓仆象征复活 还有一些人说呢 这个植物呢可以驱从赶蛇 所以属灵含义呢 就是可以赶走邪灵乌鬼 所以她想问我怎么看这些解释 我认为呢 这些呢都是没有太多圣经根据的 这个个人的随意发挥 讲解一个东西的属灵意义啊 这是个技术活 因为既然是属灵意义呢 它在字面上应该就是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呢 这个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 随意发挥随便给她添点油加点醋 我也带来举一个好笑的例子 有一个这个传道人讲到五饼二鱼的时候 他说为什么是五个饼两条鱼 而不是六个饼四条鱼呢 因为啊我们每只手有五个手指 然后呢我们还有两个眼睛 所以啊我们要保守自己分别为胜 保守自己手洁净眼目洁净 这个道理是对的 但是呢跟五饼二鱼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并没有 如果这个可以接受的话 那随便有五有二的地方 都可以往五饼二鱼上面去扯 那么这种寓意解经啊 在华人传道人当中是很常见的 很多人觉得呢 只要道理对能照就人就得了 管他跟经文有没有关系呢 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这里面隐藏的大坑 如果说这种风格的这个讲道可以接受的话呢 那意味着呢 基督徒可以随意拿捏神的话语 可以随意将自己的意识给塞到圣经中去 这个呢是拜偶像的大恶 是需要极力避免的 那么解读属灵行义的平衡点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以经解经 用整本圣经来解释 从整本圣经的角度下来看 这个东西呢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出现 用于什么样的用途等等 从这个角度来说啊 说仓仆象征复活 或者说驱除污鬼邪灵 都是没有什么圣经依据的 甚至呢也没有文化传统的依据 这里呢我顺带提依据啊 文化传统里的依据呢 也是可以有一点作为论据的价值啊 因为神在启示圣经的时候呢 就好像是给他的子民写信一样 他是使用当时听众的文化背景 文化传统的背景 因此呢我们要精确的理解圣经呢 除了注意文本的上下文以外 也注意在经文书写时代的 这个历史文化背景 好了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仓仆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看看这个图你就知道 这个仓仆呢 它是一种水深的草本植物 长在湿地里面 可见啊对于迦南地来说啊 这是外面来进口来的东西 应该不常见也不便宜 仓仆呢它可以提炼芳香油 跟进呢可以做香料 因此呢能够做风油精啊 能够驱赶蚊虫啊 这个是确定的 华人在端午节的时候啊 有把仓仆叶和艾叶捆在一起 差于言下的这个习俗 所以这个辟邪的说法呢 应该不是出于圣经 而是出于中国的民间习俗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在圣经中它的几次出现 在圣经中呢 它一共出现了五次 分别在出埃及记的30章23节 雅各的第4章14节 以赛亚书的43章24节 和耶利米书的6章20节 还有以赛亚书的27章49节 这些经文呢 我们就不一一读了 有兴趣的人自己去查看一下 那么这五处经文当中 仓仆的原文都不太一样 翻译成英文也不太一样 我来给大家大概分类一下 像这两件经文呢 它在NASB版本里面 都翻译成为Sweet King 所以你看中文上面有个注释 或做甘蔗 就是这样一个 参考了英文版的这个翻译 这个另外的这个三节经文呢 在NASB版本里面呢 都翻译为Kalamus 这个Kalamus 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 这个仓谱的学名 那么我们再来看 从这几节经文我们来看呢 这个可以看出什么呢 这个仓谱啊 它确实是从远方贸易进口而来的 第二呢 这个仓谱与奉献给神是有关联的 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两件 这个就更清楚了 这个仓谱呢 是和其他的上等的香料 如墨药 哪达 相提并论 那么可想而知 它的成品的价格 一定是不菲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西伯来文原文的 这个几个仓谱出现的时候的这个词啊 我们观察发现呢 这个在原文出现的地方呢 它都是有这样一个词 这个我用红色 这个黑体标出来 这个叫 这个看内 这个看内的意思呢 就是 卢尾 所以出埃及记 30章这里的这个 就是香卢尾 还有耶利米苏6章20节 这里的 就是好卢尾 当然了 这里的这个 网页啊 不是那个真正的卢尾 这个只是古人那么 那么个叫法而已 那么卢尾呢 它是有比较明确的 这个属灵行义的 卢尾呢 它生长的比较比之 所以呢 有明显的这个寓意 以色列人呢 它自称 他们这个民族啊 是亚撒尔 就亚撒尔 就是比之 正之的意思 那么因为比之呢 它可以拿来 作为占量工具 可以拿来作为标准 所以在以西结书的 这个40章中啊 有一个人在占量圣殿 他所拿的那个凉度的缸 就是 Knei Hamida 就是占量的乳尾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 以色列书的42章的第三节 讲到呢 亚撒尔的乳尾 它不折断 江长的灯火 它不吹灭 在新约里面呢 提到主耶稣的时候呢 就引用了这一节经文 这个亚撒尔的乳尾啊 就是Kane Ratsuz 就是折掉的乳尾 它是不再比之的 因此呢就失去了占量的作用 所以亚撒的卢尾也好 江长的灯火也好 它都是指失去原来该有的 公用的基督徒 尤其特质传道人 所以呢 这个仓谱啊 它有笔直的寓意 但它真实的用途呢 还是因为香味而被列为制造神的 这个装属香膏的材料 这个呢 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三十章 这个二十节到三十三节 这里呢 我就不给大家读了 这种香膏呢 是特制的 专门为神而制的 是专门属神的 所以这个香膏呢 抹在什么东西上面呢 就是表明那个东西呢 就是分别为圣 是属属神的 这个香膏呢 只有神能用 不能用于其他用途 所以这个香膏的意思呢 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 所以如果非要说 仓谱为啥能够被神选上 作为特制圣膏的材料 而有什么特别的 属灵的含义的话呢 那大概是因为它笔直 而且香吧 那么我们从应用的角度来说啊 基督徒呢 应该正直 而且带着基督的新香之气 也就是福音的香气 那么今天我们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请点赞评论加转发 如果您有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区回复 谢谢您的观看 愿神祝福 谢谢您的观看